贪食蛇车队出动下架王浩宇 1月16号中立人出来投罢免票 民进党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有个封号PTT佛地魔 未当上议员时常在PTT八卦版置入 遭当时战长高嘉瑜全面封杀 被嘲讽PTT佛地魔 现在罢免大宪一道王浩宇失言 多道能做争议烂人包 去年7月王浩宇在政论节目中 遭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逼问 为何说民进党争夺败类 却加入民进党 两人唇枪舌战之际 王浩宇脱口说出 现在民进党也很多败类 这一吼不但惹怒绿营人士 也瞬间引发热议 自己去批判的一个敌方的政党 却是他踏入的这样的一个政党 那我觉得一个人 自己的政治取向 一直不断的在摇摆 这样的一个民意代表 我们真的觉得他非常适任 王浩宇在民进党败类事件 两个月后又上了同个政论节目 谈论民众党跟时代力量民调 讲了年轻人很好骗去支持你 可是支持你之后 怎么回应他们的需求 这话一出让许多人傻眼 年轻人真的好骗吗 身为一个直辖市议员 把网军的口吻跟那种罪恋 带到包括议会的殿堂上 包括带到整个公开的发言 去用你的声量来霸凌选民 为了护航莱猪 王浩宇也是很卖力 脸书贴出一张牛排照 问里面有赛德克巴莱吗 被批评无聊当有趣 我们赛德克巴莱呢 全部都非常的气愤 不要开玩笑 你觉得这好像很有趣 但是呢 这个是严重的侮辱 我们赛德克族 赛德克族还有耶稣 来开玩笑的这种议员 如果明天我们没有办法 利用人民的公民权 把他给下架 给他一点教训 大家想想看 将来台湾的政治 会变成怎么样的 混乱的一个环境呢 王浩宇脱续行径 中立民众看不下去 决定站出来罢免 要跟佛地魔说拜拜 记者张英文 要详于台北桃园采访报导